接下来再看一条有趣的新闻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另外几位前任国家领导人的Q版漫画形象 在杭州第十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亮相了 这些漫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创作者说呢 习主席的动漫形象是手里拿着一个鸟笼 里面关着一个公章 代表了他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执政决心 胡锦涛的动漫形象是在打乒乓球 创意源自他在多次外交访问当中打乒乓球的经历 邓小平是怀抱着一黑一白两只小猫 许自他著名的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双猫论 漫画作者朱自尊说 我画的是平民漫画 就像画普通人一样去画领导人 他认为通过漫画将领袖平民化 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